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物 然后我跟他的共识点还是挺像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运动员以前 然后呢 他在三国里面是一个很勇猛的武将 然后都有记载 然后说 人中刺兔 人中吕布 马中刺兔 人中吕布 马中刺兔 最近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我被宝箱哥那个臭美拳打完之后 我也变成了一个女装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变成的女装 那一场戏妆容画得特别厚的粉底 然后我打了很大的一个腮红 嘴唇画得像香肠的一样 然后还画了很大的眼影 还贴了眼睫毛 这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虽然很多人都说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很难接受 这部戏最大的挑战应该是骑摩托车 机车 然后因为我本身就不会骑摩托车 所以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有骑摩托车这个环节 第三天吧 骑摩托车的时候 然后那个摩托车直接飞出去 然后我整个人翻了 翻了个跟头 摔倒了 然后把大腿磨破了 磨上了 所以这是其实也是学学东西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 这一部戏其实是一部喜剧加上无厘头 但是也是一部证据 里面掺杂了很多的感情 武打 兄弟情分 你们可以在优酷观看 终极三国2017 旅步 等你